假设A向量是67,B向量是5-2 那么A向量-B向量的长度这个值为多少 好,那我们先求A向量-B向量 好,A向量是67,减掉B向量是5-2 好,X分量6-5是1,Y分量呢7-2,所以是9 好,接着我们来算它的长度 长度就会等于根号 X分量平方加上Y分量平方 所以1加上81呢,所以是82 好,82呢,我们看答案已经有82了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是A